哈囉大家好,我是公道五的教練Penny 那我的專項之一呢就是狐靈的訓練 目前擁有KBC還有Strong First Level 1的狐靈國際鎮照 那有些人會比較習慣用 啞鈴或者是槓鈴來當作我們訓練的工具 因為有時候會覺得說 可能感受度、沖血度、臀肌的部分 可能沒有到這麼的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狐靈來當作一個補強的工具 可能暖身的時候我們就用狐靈來去做一些 swing 或者是硬舉的動作 可以增加我們臀肌的沖血感跟感受度 讓我來帶大家玩狐靈吧 那我們第一個動作要講的是狐靈的硬舉 狐靈硬舉主要是訓練我們臀肌以及腿部的肌肉 那還有我們核心的肌群、穩定肌群 那再來就是我們兩隻腳踩在狐靈的兩側 讓你身體的重心跟狐靈的重心成一直線 然後保持你的頸椎、胸椎跟腰椎的中立位置 在做的時候把屁股去往後推 讓你的腿後肌群做最長的伸展 好 雙手順順的抓到你的狐靈之後呢 吐氣慢慢站起來 然後吸氣下去 吐氣站起來 吸氣下去 那錯誤的動作有包含就是我們在做的時候啊 你的腰椎有過多的角度去做拉的動作 那這樣的話會讓你的下背造成太多的壓力 或是有過多的拗背 也是會讓你的下背產生過多的壓力 再來就是你離狐靈的重心太遠的時候呢 這樣子拉 也是一樣對你的腰椎會有太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都要保持住 你的重心跟重量都要保持一直線 那還有一個就是讓你的頸椎有過多的折的動作 就是抬頭太多 所以我們要把下巴稍微收一點點 然後保持呼吸的站起來 那我們第二個動作要講解的就是單臂的滑船 那單臂滑船它主要訓練到我們的主動肌是 擴背肌以及我們輔助肌二頭肌群 那等一下在做的時候一樣建立到剛剛第一個動作 狐靈硬舉的動作 所以我們就是雙腳踩在狐靈的兩側 去把腿後拉長之後 單手放在狐靈的把手 另外一隻手放在旁邊 撐著就可以了 然後同時邊用你的手肘去推你的膝蓋 好 手肘往上靠近身體 吐氣下來吸氣 吐氣 吸氣 吐氣 吸氣 那我們錯誤的動作有包含 剛剛在駐狐靈滑船的時候啊 沒有把前面一個動作 狐靈硬舉的動作建立好 變成是有點拱背的在做滑船 那這個動作如果要把它做得好的話 你的核心肌群要去發力 去把你的核心穩定 讓你的肚子這一塊啊 不要很容易這樣塌掉 OK 就是把你的核心用力 保持住呼吸 往上帶 好 那再來就是 避免使用你的二頭肌 去把狐靈的重量拉起來 OK 好 還有就是呢 我們在做的時候 要維持住整個身體的張力 不要在拉的時候有過多的旋轉 或者是有太大的身體起伏 那我們如果要避免你的身體旋轉過度 或者是身體會一直擺盪的話呢 記得在你做的時候啊 保持住身體的張力 核心穩定住之後 不要用蠻力二頭去拉 要用你的手肘去往身體的地方推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選一個比較 重量比較輕的狐靈 來去做前面的訓練 如果覺得穩定了之後 我們再去進階做拿其他的狐靈 那第三個動作我們要介紹的是 狐靈擺盪 就是swing這個動作 那swing這個動作 它其實也是建立在我們 第一個動作 狐靈硬絕的這個動作之上 所以等一下我們一樣要保持住 前面所講的注意事項 等一下在做的時候啊 我們可以讓身體往後退一步 讓你的雙腳跟狐靈 成一個等腰三角形 成一個等腰三角形之後 先做一個開始跟結束的練習 讓你的狐靈倒向40度 往身體的地方倒向40度 讓狐靈慢慢收 靠近你的大腿內側 收回收回收回 好那這個動作就是 開始跟結束我們會去做的一個動作 那等一下會接續著狐靈擺盪的動作的時候 等你的狐靈手把 靠近內收肌的時候 我們會用加速的方式把它往前推 好 手 抓著把手之後 內收收 推 推 推 那記得保持住你的呼吸 推出去的時候 吐氣 吐 吐 放回來 那 錯誤的動作有可能比較強壯的男生 或者是一開始不太了解這個動作的時候 我們會想要用其他的地方做代場 比如說在甩的時候 不是用屁股的力量 而是用你的手 去做有點類似前屏訣的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的臀部的感受度就會直接歸零 都變成是你的上半身的感受度比較大 那 再來就是我們在做的時候 沒有完整建立好下肢的硬舉動作 讓你的身體變圓的 這樣甩 OK 那這樣的話也是下背的感受度 絕對會大於你的臀肌 那再來就是 甩的時候一定要等到你的狐靈 碰到內側的肌肉的時候 才可以推出去 而不是 先退 先退 那這個時候你的腰也一定會 會比你的屁股還要酸 OK 那我們現在講第四個動作 那第四個動作 基本上就是接續我們上一個 第三個動作的雙手swing的動作 那這個動作是單手swing 那等一下一隻手會抓著狐靈的把手 另外一隻手去搭在狐靈的側邊 不要去抓緊 就搭著就可以了 然後做一樣狐靈擺盪的動作 推出去的時候 保持吐氣 吸氣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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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錯誤的動作啊 就是有 畢竟我們是單手去抓狐靈 所以身體一定會有很多想要旋轉的動作 所以我們要盡量去控制住身體 不要有太多的旋轉 或是讓你的身體是歪歪的 好 那如果你做完的時候 你會覺得一邊的屁股 或是一邊的下背 或是兩邊的下背都會痠 就代表你做的是錯誤的動作 一定要是兩邊的屁股同時去做法力 那我們第四個動作啊 我們要做的是Clean 那Clean基本上它就是練習我們上下肢的串連 然後全身性的爆發 還有你的核心中軸的穩定 那這個動作它可以把它分成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呢 就是我們上一個動作 就是單手swing的動作 那第二個動作就是 第二個動作的 滑船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等一下把它拆成三個步驟 第一個swing 第二個滑船 第三個把它穿上去 就順順的放在手臂上面 第一個swing 滑船跟穿進去 它就會成為一個架式 那架式的話它就是一個三角形 跟我們手臂成為一個三角形 就是成為一個架式 那在架式上面 我們就可以做其他動作的變化式 或是進階式 那這個動作主要就是訓練我們身體的協調 那它沒有特定要訓練到我們哪一個肌群 就是身體上下肢的串連啊 身體的爆發跟全身性的協調這樣子 錯誤的示範就會有 我們在甩的時候用太多手的力量 所以你在甩的時候就會變這樣子 很用力的砸到你的身體 或者是你在甩的時候 它掉到外面去 所以會讓你的身體做側旋轉 所以就會讓你的下背或是腰部長 產生過多的壓力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不要讓你的手去出太多的用力 OK 就是不要出太大的力量 就讓你的臀肌出力就好了 讓它要順順的轉上來 這樣子 那我們第六個動作要講的就是架式的深蹲 那架式深蹲它的訓練目標啊 它主要是訓練我們的屁股 臀肌的力量 還有你的核心的穩定性 那在做的時候它有點像是 銜接我們上一個動作架式 來去做一個進階版的深蹲 那一樣可以分成三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單手的swing 再來就是滑船 再來就是往上推 好 成為一個架式之後 雙腳踩與肩同寬 那我們膝蓋朝腳尖的方向 慢慢的往下做 然後保持你的脊柱中立 往下做 下去的時候吸氣 上來吐氣 吸氣 吐氣 好 錯誤的動作就有 我們在做的時候沒有保持上半身的剛性 就沒有讓你的上肢做穩定 然後狐靈就邊做的時候邊往歪掉 或者是你在做的時候 重心一直往重的那邊偏移 就變這樣斜斜的做下去 或者是身體會去做旋轉 這個都是我們要盡量避免的 讓你的身體是中立位直下直上的做 那我們第七個動作要講的就是 狐靈的肩推 那這個動作它主要是訓練 我們上肢的肌力以及你的核心抗旋轉的能力 那這個動作我們可以先回到剛剛上一個架式 好然後腳踩在你可以正常發力 或是比較好發力的一個位置就可以了 然後直直的讓你的前臂垂直地面 直直地往上推 然後下來 上去的時候吐氣 下的時候吸氣 然後往上推的時候讓你的手臂靠近耳朵 不要太偏離身體 靠近耳朵 然後下來 來 那錯誤的動作就有包含像是 你在做的時候沒有讓你的前臂保持垂直 推的時候沒有讓你的手臂保持垂直 便掉下去 這樣推的話就會讓你的肩膀比較容易受傷 所以我們要推的時候就是垂直 推上去 然後再來就是推的過程中不要有太多的側軀 讓你的下背造成太大的壓力 所以就是 穿的時候都保持身體的中立位 然後也不要過多的偶背 這樣推 那我們狐靈的訓練主要目標呢 就是讓我們的心肺勢能做提升 然後促進燃脂 那也可以增加我們臀部的肌肉肌肥大 然後讓我們全身性的協調度更加的加強 出接者的部分我們可以建議從世界衛生組織 建議我們的333運動原則來去做安排課表的部分 那以上的動作總共加起來會有12個 那我們就是一週訓練三次 那一次都是30分鐘 那讓你的心率保持在130下以上 那這12個動作我們要把它串成一個課表的話 就是12個動作 然後每一個動作做30秒 然後做完之後休息10秒 10秒之後呢 就12個動作全部跑完了 我們再休息兩分鐘 那總共做三組之後會是30分鐘 那對於進階者來說 我們一顆狐靈可能有時候會覺得重量太輕 我們就可以增加狐靈的重量 或者是進階成兩顆狐靈 那對於進階者來說的話呢 可以增加我們原本自己訓練課表的一些補強啊 或是運動表現都可以作為提升 如果你今天想要增加你的上肢 比如說握推或是肩推的能力 你就可以先去把架式 就是clean這個動作練習一次 然後再去做肩推 然後讓你的上肢更加的協調 或者是讓你的上肢的肌力更加的加強 那大家對於狐靈這個工具 可能還是會有一點陌生 那其實不用太擔心 因為狐靈它本身就是一個適合所有的年齡層 都可以去使用的一個非常安全的工具 如果真的不太會使用的話 可以建議先從我的課表來去做安排進行 那你在做的過程中如果任何問題 都可以在影片下方去做一個回應 或者是在現場詢問一些尋常教練或是私人教練 夏天即將到了 佩妮祝大家增肌減脂成功迎接夏天 那大家也不要忘記訂閱健身工廠的Youtube頻道 然後分享這支影片給大家吧